這位用唐畫得一手好畫是30出頭的唐華先生 單純因為覺得唐畫好美 20歲的時候 他偽然遠赴河南的一條農村大師學藝 其中一點就是師父不正常講解 因為師傅不是受過很多教育的人 基本上傳統的學徒是師傅做的 你跟著旁邊就偷偷偷偷偷 或者從協助的角度就是你自己觀摩 你學到多少就看你自己做法 但幸好師傅是一個有耐性 經常被鼓勵的人 他最後花了一年半就學滿師 舊時的唐畫多數以十二生肖折興歲秀為題 但去到唐畫先生的手中 原本只有金黃色的唐 多了透明、粉紅和紫色 而圖案亦多了字體 和小朋友喜歡的卡通公仔 可能到現在小朋友不懂 以前的典故或故事 可能他便會喜歡畫卡通 因為比諸當時的孫悟空 可能現在比卡超 對於他們來說 會這樣做的唐畫師傅並不多 他會嘗試創新 都是想為有八年歷史的工藝 注入一些生命力 因為那個工藝當存到那麼長時間 他慢慢會和生活可能已脫上誘 例如唐畫以前的人 可以當零食是一個很主要的目的 他有購買的 但現在你這麼多食物的想像 小朋友也有這麼多物質、豐富的年代 你當他是因為要買唐而買唐畫 這個動機是低了很多 他說都感受到全城手藝的責任 去年更加特地去到天門 學習現在只有五個隱式的唐素 希望盡自己一分力 保存這個世界的一小部分 東網記者李永林報導 每月材在說明 當中間的公黃偉 這麼多人 有些人發現 在密財市裡 穿了一頭 那裡